很多文青藝術家的小店 這邊有在教畫畫耶 有油水畫壓顆粒啊 還可以畫寶寶喔 這長得好像乖乖 感覺很好吃 今天訂的這個飯店是合景 第一排就可以看到煙火的 帶你們去追夕陽 這裡超美的啦 試試看是軟的還是硬的 一二三 哈囉大家好我是住在泰國的Himmy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現在在的地方是一個像是水上人家的小社區 有一些文青的藝術家 跟可以在這邊看到當地泰國人在水上的生活 我們就來去看一下吧 走 這個是小社區的地圖 我現在在這個紅色點點的地方 等一下我就從這邊上講之後 帶你們看一下這裡有什麼吧 曼谷電線你伸手就可以碰得到的電線 通常都是這樣子 一團一團 不然成一團 我們在修電線 超好 電線在你頭上的感覺 剛剛被香味吸住了 完全沒發現後面有車 欸這個是大腸頭嗎 超香的耶 三不五十就有摩托車直接這樣子衝下來 所以要小心 文青藝術家的小店 這邊有在教他畫耶 有油水畫壓顆粒啊 還可以畫寶寶哦 好酷啊 還不脫鞋子 有明信片 是徽章哦 這個 這超酷的耶 這超酷的耶 看起來不太好吃 它超漂亮的 还有口罩 也可以什么都不做啦就坐在这里舒舒服服的喝杯咖啡 吹吹凉风 这长得好像乖乖 你不觉得这长得很像乖乖饼干吗 五岩六色的乖乖饼干 它就是鱼饰料耶 感觉很好吃 买一包来喂鱼 这包食派猪 真的长得超像乖乖的 船来咯 有一只白色的 有一只白色的 在这区的住宅 它的房子都是建在水上面的 慢慢的走 慢慢的欣赏水上人家的生活啊 他们的房子 在下午太阳没有这么热的时候 沿着这个木栈道这样子走 还蛮凉的耶 早上可以先去空热马龙 或者是大江水上市场 那边逛逛 下午再到这里的文庆小社区 他们都是在同一条运河上面 所以坐船就会到了 不过要记得要安排在 礼拜六或是礼拜天 因为他们平日都没有开 这个呢是艺术之家 之前这里都会有那个 泰国传统木耳秀的表演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来看过 以前的话是 礼拜六礼拜天的下午两点 但是因为现在疫情嘛 就没什么游客 所以表演都暂停了 那营业时间呢 我看他们脸书上面写 也变成只有四五六日 跟国定假日才有营业 有时候会有插画课啊 或是画画班的那种工作坊 之后人潮比较多的话 可能就会有没秀的表演了吧 下午如果有空的时候 就可以来这边走走 体会一下慢悠悠的生活 今天订了这个饭店是合景 第一排就可以看到烟火的 这边是玄关 门口进来的第一个是一个小房间 有两个单人床 而且它小房间里面有冷气 现在这个呢是厨房冰箱啊 洗衣机这类的 哦还有微波炉 它是波炉比较烤箱的 柜子里面还有一些餐具啊 锅碗瓢盆之类的 厨房这边是有那种 电池炉是可以煮饭用的 最重要的是它有洗衣机 我觉得洗衣机很必备的东西 我自己很喜欢啦 再看一下厕所 试看看沙发是软的还是硬的 试看看沙发是软的还是硬的 还有Netflix 然后还有YouTube 我要在这边跟五月天一起倒数 再来是房间 这边就有个双人床 一二三 哦 一二一 沙发比较软 有四个大衣柜 可以放蛮多东西的 因为我蛮喜欢这个的耶 可以烫衣服的 衣服就不会皺皺的 再来就是今天的重头戏 外面的风景 住的是三十六楼 看出去其实就已经蛮高的 可以看到对面的爱看塞亚 百货公司在后面一点点 可以看到曼谷老城区 正对面看过去就是半岛饭店 再往左手边看过去就是河滨夜市 所以晚上看烟火的时候 然后整片合景放出来的烟火就可以全部都看到 早上会有一些像是 船经过的声音 然后这个门一关起来 里面就变得非常安静 突然瞬间安静了 蛮适合可以久住的地方 而且我发现啊 就是泰国的公寓 他们都会有设计这个门 然后我就很好奇 想说是不是因为 可以防小偷床路还是怎样的 我就问泰国的同事 你们知道原因是为什么吗 纯粹是神冷气 因为里面有一个冷气 外面一个冷气 像这间房间 它总共有三个冷气 哦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就是你在这边沙发看电视 里面的人还可以睡觉 因为它有一个这个窗帘 这个拉起来就整个里面超暗的 带你们去追夕阳 这里超美的啦 夕阳在这边 不知你们有没有看到摩天人 这边就是那个 Asiatique 河滨夜市那里 不是 太阳太阳快要下山了 很漂亮 太阳快要下山了 等曼谷的快年倒數 哎呦 現在11點30分 啊太棒了 等一下煙火應該是會從這邊這個區塊放出來 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按讚分享訂閱開啟小鈴鐺 那聽你握手我們下個禮拜六見囉 拜拜